提示一下,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了变身处理 你好,欢迎收听故事FM,我是埃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每周一三五,咱们不见不散 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各位单身女生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一个家财万贯,财奸文雅的人出现在你的身边 同时他又把你视若珍宝 无论是生活需求还是情感需求,他都能在第一时间满足你 还不嫌弃你的任何缺点 让你觉得自己每天都是置身于童话故事之中的女主角 你会不会很快就对他动心呢 今天的讲述者小明的闺蜜小月就遇到这么一个人 在2018年年底,小明和两位交往了多年的闺蜜 小月和Deebee合伙投资了一家餐饮公司 三位合伙人都是80后,也是职场上的女强人 小月是餐厅的大老板,主管经营 Deebee负责财务,小明她自己则负责对外宣传 自从开业以来,这家餐厅就经营得欣欣向荣 而小月也在这间餐厅里遇到了一段童话般的爱情 但是没过多久,童话就结束了 大家发现小月爱上的这个人竟然骗走了公司大量的钱财 而在此之前,三个合伙人竟然都没有觉察到这个人的异样 在跟她的接触当中,小明还觉得她比其他员工都要优秀 这一切要从2019年的1月说起 这一天,他们餐厅新来了一位20多岁的西餐男厨师,小胡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车库 其实当时给我的印象还是蛮深的,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我们的餐厅还是比较高级 当时做餐厅这一行的人给我的感觉都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给我的感觉都是比较油腻,然后比较的粗俗 但是她给我的感觉不一样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就是觉得白白净净的,然后特别矮 可能就一米五几吧,还挺干净的 而且还戴着一副眼镜 她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文化人 就是觉得,我合伙人怎么还找了个白面书生来到我们的厨师 后来我知道她比较的专业 就是据她所说,她之前也是在其他的城市当过这种西餐的厨师 用料要比较讲究,就是采购这一环节 她自己要求去参加 所以当时我还觉得这个厨师还挺负责任的 这个小胡的话呢,她自己还有很多很新奇的点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她平时也是吃高级餐厅的 所以说她给餐厅的建议 你会觉得说她跟普通的员工不一样 我也会加我们餐厅那些员工的微信嘛 然后有一次我在划微信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她发了一个朋友圈 大概就是说,谢谢老爸送我的礼物 然后我一看,是一个马萨拉蒂的照片 我当时就有点惊呆了 我说,天呐,我们厨房还有这种高人 有一次我还问过她 你这么有钱呢,你还搞什么料理啊 我说你就直接家里就请西餐厨师了呗 她说,你不知道吗 我们这种富二代的话 我们做事情都是凭爱好的 因为我喜欢这个,所以我会去专业它 也不完全是为了你的餐厅 我当时还觉得说 这个小富二代还挺有追求的 她说她爸爸妈妈是高级的研究员 是做这种工程类的 调到了相当于来资源我们西南部 就是来弄这个地铁的这个事情 然后所以说他们全家才来到了成都 这个小胡说他自己有家族企业吗 他还是开什么香包厂啊 他开过媒体公司 开过餐饮公司 还开过好几个公司反正 有些我没有设计过的领域 就比如说他们那个香包行业 就是平时他也会跟我们讲 这个香包是怎么做出来的 工厂上是怎么打磨的 就是等等等等这些细节 包括说对这个股份的这种东西 他也能够说出来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挺有文化的 到了三月份 因为当时我们餐厅运营得很好 我们的确也是就是在开分店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中 这个小胡他也愿意来投资 而且他要投第一期款都是200多万 而且他很有资源 说实话 这个人他也比较懂西餐 如果说他入股了的话 或许就是给我们利益共同体了 他可能也会在研发菜品 各方面会更加上心 所以说当然有钱进来 我们也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 通常一个项目的合作 它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长的 当这个项目还没有彻底 拿到我们手上的时候 大笔的资金是不用入进来的 虽然当时小胡的钱还没有打入新的餐饮项目里 但是他已经开始为餐厅的开业做准备了 小胡带餐厅合伙人们参观了市中心高档写字楼 告诉大家他有这里的资源 可以来当做餐厅的办公室 除此之外 小胡还带大家参观了位于成都太古里的 两间正在装修的店面 说他准备通过自己的资源 把其中的一间用作公司新餐厅的店面 而另外一间作为自己的西餐厅 在这期间餐厅的大股东小月 因为主管经营跟小胡沟通的最多 他很欣赏小胡的工作能力 小胡不仅西餐做得好 而且在餐厅经营方面也很有建树 大到公司的发展策略 小到后厨的垃圾管理 小胡都能给出非常有用的建议 再加上小胡拥有很多的社会资源 小月觉得小胡是个非常靠谱的人 所以那段时间里 虽然在法律上小胡还不是餐厅的合伙人 但是小月已经把她当作是合伙人之一来看待了 公司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 也会找小胡商量 出于对小月的信任 其他两位合伙人对此也没有什么意见 就这样 新餐厅开业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 但就在这个时候 小月的家庭生活出现了变故 小月跟她老公结婚应该已经有很多年了吧 小孩的话都是已经上幼儿园了 在三月底的时候 小月说她要离婚 虽然我知道她和她老公关系不是那么好 我也知道她老公不怎么回家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事业型的女人 所以说当时她也跟我说 她老公回不回来都是那么大回事 因为她都喜欢赚钱 那那个时候的话 比较关键的一个人也是小胡了 小胡说他们家有家属企业 然后有一天她说 她下面的一个员工 去录到了小月老公出轨的画面 相当于是掌握了她老公出轨的实锤 我心想你一个合伙人 你跑去管人家的事干嘛呀 别人老公出轨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我还问了她 当时小胡跟我的回答是 因为她已经任小月当姐姐了 她说我姐的事我不能不管吧 她说我姐的老公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难道我不去帮她调查一下吗 义愤填膺 非常正义的一个角色出来 说实话心里有一点点觉得 诶 这人还挺有情义的 我们只是听说了 她拍到了这个东西 但我们一直没有看到 我当时就说 小胡你都有这个实锤了 你就拿给小月呀 她打离风官司好像对她更有利 她是这么说的 她给小月说的 我既然都当你姐姐了 我肯定是不会让我姐伤心的呀 这样的视频 给任何一个女的来看 都是她不能接受的 小月还是比较感动 因为这么久 可能没有一个男人 这么的在乎她的感受 她觉得她老公出轨这个事 她自己隐隐约约 也还是有这个感受的 所以说她看不看 那个视频都无所谓 在这个小月离婚的那段时间啊 小胡每一天都和她在一起 忙前忙后 不是这个给她找律师 就是陪她去跟 小月的家人做交涉 她都是以小月弟弟的身份出席的 一定要来打赢这场官司 在小胡的帮助下 小月的离婚官司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是小明总觉得 小胡对于这件事表现得有些过于殷勤了 在之后的一次饭局上 小胡自己解答了小明的这个疑惑 在小月刚刚提出要离婚的时候 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 小胡偷偷地跟我说 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了小月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挺八卦的 我说那你有没有表白啊 她说我表白了 回头我就跑去问我的闺蜜 小月就很害羞 然后也是那种少女般的那种 可能被表白那种感觉 她跟我说 哎呀是吗 但是这个怎么可能吧 她这种太年轻了 给我年纪也不搭 就是还是蛮冷静的一个角色啦 我还跑回去跟我老公说 我说嗨 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人为啥那么热情了 她就是想追人家呗 所以说他们的关系 至少在我看来是暧昧期 比如说我们股东 在商量一些事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小胡就说 小月没意见 我就没遇见 总之我们大家就都知道 她很喜欢小月了 到了四月份的时候 当时小胡不是她自己在太部里 拿了两个铺面吗 一个是作为我们新的餐厅 一个是她自己要开个西餐厅 有一次我就随口问了一句 我说你那个餐厅叫什么名字呀 她说叫月月西餐厅 并且这个西餐厅以后也是要作为礼物 可能要送给小月 就类似于这种大道总裁爱上我的画面 是非常的讨老女人喜欢的 其实在我们日常相处的过程里 我还是会感受到小胡对小月的爱意 非常的贴心 就比如说小月说她饿了 小胡马上就会去点外卖 她会每天早上给小月做早饭 亲自下厨 天天给他们母里做吃的 对她的孩子特别好 小月的儿子要去上幼儿园 小胡还会去接送 所以到了后来 我听另外的员工说 小月的儿子都在叫她爸爸了 并且她做的事情非常的浪漫 情人节的时候送给小月的礼物 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巧克力 这些事情做下来 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很感动吧 我觉得我的老公 都没有办法跟小胡比 你知道吗 因为工作关系 我有一次去过小胡的家里 我就知道这是成都一个 还蛮高档的一个小公寓 租金大概就是在五六千块钱 一个月的样子 那个时候她开的车 也是一辆凯迪纳克 当时我就觉得 小胡经济条件还是算不错吧 因为毕竟一个人 要租这么大的一个大平层吧 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 我的闺蜜还是 我还是挺祝福她的 因为毕竟她找到真爱了嘛 但是呢 我的闺蜜小月嘛 她也一直没有告诉过我 她跟小胡在一起了 小月的嘴里 她一直和小胡 都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我只是在一直考察她 虽然小月一直没有承认她和小胡的关系 但是在其他同事的眼里 两人的感情似乎进展得非常快 大家经常可以看见 小月跟小胡在车库里搂搂抱抱的画面 为了讨小月开心 小胡不仅送给了小月上万块钱的护肤品作为礼物 甚至提出她在餐厅新项目里的股份 将交给小月的母亲代持 而小月也并没有抗拒小胡所做的一切 她们关系新朝不宣 另一边新店筹备也在顺利地进行着 有一天 小胡兴奋地跑进办公室里告诉几位合伙人 在她动用私人关系之后 位于太古里的店面拿到了 但是由于竞争激烈 他们需要马上付一笔现金 把店面给预定下来 太古里在我们成都算是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地段 真的是兵家百争之地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很着急 今天下午就必须要把这个定金交了 小月每天都和小胡在一起 肯定这些项目小月都已经看过了 我们是基于对小月的信任 当时我们的这个财物 低币 他就去取了这么几十万的现金 直接是用麻袋装着 拿给了小胡 那么到了七月了 小胡说太古里要入住装修了 当时我们的财物 低币嘛 另外一个合伙人 就一直说 那太古里那么大个公司 给我们的定金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发票和收据 对不对 他就跟我说不对 他说我已经出了小胡很久了 他要么就说放在他家里了 要么他就会说很忙 今天没时间拿 他是最敏感的一个人 他就意识到这几十万可能就没搞了 他就去报警 当时我也在那个办公室 我看到了一个派资所的民警来了 用了一个类似于iPad的东西 去扫了小胡的脸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要求你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然后他自己再人看一下你的脸 和你的身份证再对比一下 没有问题 当时那个警察就把身份证还给小胡了 然后这个民警就要求说到派资所去说 但是当时小胡就死活不去 他说他给他爸妈打电话了 他爸妈已经在路上了 一定会今天把这个收据给到我们 那个小月就在旁边说 肯定人不能去派资所呀 我们几个股东好好做生意 就好好坐下来说呀 那就等他爸爸妈妈把钱 或者是收据拿过来嘛 我们当时想既然小月都这么说了 万一以后大家还要在一起做生意 也没有必要撕破脸 到了晚上 他说他父母堵车了呀 他父母又赶不回来了呀之类的 他说那我就回去取这个收据吧 当时我们就让小月把他看着 就是跟他一起回去取 第二天我就又出国了 这个事就 我就是让滴臂在盯嘛 后来滴臂就跟我说 结果在半路上 小胡就跑了 滴臂就问小月 你怎么把他给放了呀 小月就说 我没有放啊 当时真的就是有人来接他 他们一下楼 没多久就有一辆面包车来 把小胡给劫走了 小月当时就说 我当时一个女生在那儿 那么多人 我还害怕我被撕走了呢 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 你生气吧 但你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就是如果对方真的是有团伙的话 让我这个闺蜜就是被撸走了 或者被打一顿 或者被怎么 那也 我们也觉得不太好 就这样 小胡逃跑了 餐厅损失的现金 跟着他一起不知去向 但是小月告诉小明 在小胡逃跑的这段时间里 他还会偶尔用不同的手机号 给小月打电话 试图让小月灰心转意 为了让小月相信自己 小胡告诉了小月一个 关于他身世的离奇故事 小月就说 他的身世是这样子的 在他高中毕业以后 在江泽那边看了一个香包公司 开垮了 那个时候他又没有那么多钱来还 所以说就被派租所给拘留了 因为那个刑警看他很聪明 就告诉他说 你这么年轻 背上这种牢狱的这种东西 就对你不太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业务 就是把这些监狱里 很聪明的犯人 通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暗网 给洗白 一个叫做官二代的组织 然后他们手上就有非常多的项目 他们就会把这些人 调到全国各地 帮他们操这些商业的盘 他们就必须和这个暗网的组织 来签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就像卖生器一样 你就要给这个组织签十年的刑期 所以他们都是用了假的身份证 小胡他后面的暗网系统非常的庞大 就庞大到在公安系统里 他的那个指纹系统都是被气带的 在小胡的口中 他变成了神秘暗网组织的一员 专门替官二代操盘商业项目 所以小胡之前提到的高端写字楼和太古里店面 其实都只是暗网组织交给他操盘的项目而已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小胡去小月的餐厅里找了一个普通西餐厨师的活 那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之前被小胡带走的几十万现金又去了哪呢 他用了他们这个组织的资源 拿到了这个太古里的项目 他想把它偷偷地给他心爱的女人小月 让他来经营餐厅 但是呢就被他们组织给发现了 所以说他们组织为了惩罚他 就坑了他一把 告诉他说太古里这个项目你们可以入了 你要拿几十万的定金出来 这个钱被他的组织坑走了 所以说小胡才告诉小月说 但是我都会把这些钱赚回来 我会还给你们公司 让小月你不要再受任何的委屈 就是小月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眼睛都惊呆了 我说这个完全就是一个骗子在编小说好不好 小月嘛跟他接触特别多 又去看了这么多的项目 还有就是朝夕相处的那种 被爱和那种细腻的关怀 他整个人就已经完全相信小胡的这一切了 但是呢 我唯一想不通的就是 为什么警方的那个扫脸系统 他都可以过呀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能过警方系统的 这样一个暗网的存在吗 只是我没有接触过 所以我就决定去做这个调查 于是出于对于暗网系统真实性的好奇 小明开始对小胡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调查 小明记得小胡曾经提到过 他开发过一个生活方式类的手机APP 而且据小胡说 这个APP目前已经占领了南昌市场 经过一番查询 小明确认了这个APP是真实存在的 于是他就联系了他们的市场总监 想查一查小胡的背景 让小明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第一个调查对象 就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秘密 我就以商家的身份去联系到了这个APP 我说我想找你们团队来给我做宣传 我就说我要指定你们老板 我就要小胡这个人 我有钱 当时跟我联系的那个市场总就笑了 他说这个人在全国 已经骗了很多人了 都找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都已经报警了 并且他是个通缉犯 我给你受害者的信息吧 但是我告诉你啊 他是个女的 就把这个通缉犯的截图就发给了我 当时我看到这个照片之后 我整个人惊呆了 上面写的女 还有她的身份证号 通缉令上看着就是 你说是女的我也信 就是一个很丑的女的 但是那张脸就是小胡的脸 我觉得我三观都毁了 我想天哪 我打了这么久交道的人 是个女的呀 我马上把这张截图发到了我的股东群里 我说大家快来看呀 这是个女的 小月当时直接比我们所有人都更震惊 她说天哪不可能 怎么可能是女的 不可能 这个绝对不是她 当她拿着她是女的的这样的一个截图 去问小胡的时候 小胡就给小月说 这是他们同村的一个女人 在外面犯了很多的事 然后因为给她长得很像 所以别人都找到她 但她是女的 我是男的呀 所以小月就又一次相信了 其实不光小月也不相信小胡是女性 公司的其他股东和员工 也完全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就像下面这位员工所回忆的 小胡平时的言行举止 都跟女性毫不斩鞭 是男的 就有点点烟草的那种感觉 她上厕所也是上男厕所 我们公司上了下 她跟她一起着急相处了 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怀疑 就是她是女的这件事情 是她有胡子 她的胡子就是感觉起根 然后她经常开会的时候 就有一个习惯性动作 会去揪那个胡子 后来就是听他们 而下面的这段录音 来自于小胡和小月的通话记录 小胡正在为自己 携款潜逃的事情辩解 你可能也很难想象 这个声音是来自于一位女性 直接被欠倒的同事通知 说你回来吧 那边你不能待了 就说你过来吧 这个事情当时为止 那要不我们的嫌疑解除 你会去坐你的牢 我心心念念还想的是 把你们的钱还了 你不要再说我骗不骗你 我当时承诺你的 我说我一个月还你一万 我尽全力地还你一万 我也看这个月 我真的也一点点凑 我们所有所有的员工 都很震惊 他非常的矮 非常的胖 他也看不出猴杰 他上卫生间 他一定会去 男厕所的包间里边 因为他说他自己有洁癖 还有就是毕竟厨房那些事 都是又脏又乱又差的嘛 因为有时候厨房要抬那些 比如说晚上要抬那些烧水嘛 一般女孩子真的是 不可能提得起来 但是她也会去干 你真的不会觉得 她是一个女性 然后呢 我就说你们等着 我继续查这个人 于是小明通过之前提到的 APP的市场总监 顺头摸瓜联系到了 20多个受害者 他们分别来自于 全国四个不同的城市 但这些人都跟小明一样 只属于见记受害者 真正被小胡欺骗过感情的人 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出面 要么是觉得说这件事 让自己很没面子 要么就是心情低落 无法整理好思绪 通过询问这些见记受害者 小明发现 小胡之前声称的家族产业 其实都是这些受害者的产业 因为他近距离接触过 所以才能把产业中的细节 说得如此完整 除此之外 小胡在每个城市的 作案手法都大同小异 他会瞄准一个像小月一样 家庭有矛盾 又积累了一定财富的女性 然后通过各种狂轰滥炸式的追求 以及展示自己拥有的财富 资源和学识 让这些女性被自己吸引 他在每一个城市的行骗过程 都不会超过七个月 也就是说 在受害者们 还没有开始起疑心的时候 就会把钱骗到手 小胡所骗的单笔金额 大部分都只有几万或十几万 也有少部分受害者 被骗了上百万 但小胡似乎很多法律 他在拿到钱的时候 跟所有受害者都打了欠条 所以在法律上 他的行为不能算作诈骗 除此之外 警方也会把小胡的案件 当作是情侣之间的财务纠纷处理 所以大部分受害者 都不能够成功在公安局立案 小明他们的案子也不例外 在所有受害者中 成功立案的只有四位 通过这个调查 小明对于小胡性别的疑惑 也有了新的解释 后来我联系到了那些 其他城市的受害者之后 青岛的城市受害者跟我说 他们之前发现他 就是去医院注射 那个雄性急速 我找到马来西亚的 那个投资人 他也被骗了 他跟我讲 他说发现他用那个纱布 把自己的胸给包裹起来 就让自己的胸看起来很平 后来呢 我就和db俩一起去把小胡说的 他们家族在成都的所有项目 比如说写字楼啊 我们都去找了老板去核实 找到了这个写字楼的 这个当时签合同的这个人 他说他也会以各种原因 老是不把钱给我们打过来 反正就会说资金啊那些 然后但是这个人说 因为我们接触了大老板也很多嘛 这些大老板资金有时候不到位 我们也能理解 所以说他的那个诈骗行为就会很短 以至于他布的这些局 都还来不及发现他是个骗子 我这个时候又去了太古里 我去找那个月月西餐厅 这家店已经装修好了 我就直接进去找他们经理 人家说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接下来我又去了一个 小胡自称自己有场地的一个铺面 这些地方的确都在装修 但的确都不是他的 他可能平时就在我们成都逛 看到哪家店在装修 他就说是自己的吧 除了调查这些场地 小明还调查了小胡的凯迪拉克 他惊讶地发现 这辆凯迪拉克是小胡用餐饮公司的工章 从租车行租来的 而他只付了少部分定金 剩下的尾款都需要小明他们的公司来结算 然后那个我之前说的 他那个租了六千多一个月的豪宅 人家也找到了我们公司 相当于最后 我们公司还给他插了这个屁股 我们又把这些全给补上了 在前期我都是给小月说了的 因为小月都在我们股东群 我查到一点信息 我就会丢到群里 小月就也很生气啊 小月就会说 我比你们都还更恨他 哭了很多次 我相信还比我还要伤心 因为毕竟他付出了爱情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小月肯定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们当时就开了一个会 我们就说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在一起 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选择说 我们从头再来 各种信息让小明和另外两位合伙人 确定了小胡就是骗子的事实 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成功立案 无法追回损失的现金 小胡也似乎在他们生命当中消失了 所以他们觉得当下能做的 只有安慰好小月 开始新的生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胡却又悄悄地以新的方式 出现在了他们的身边 到了9月14号的时候 是小月的生日 那天我就到了这个餐厅 这个餐厅是我们成都很豪华的一个私房菜 比较高档 人均客单价在688以上 还有1000多2000多的 进去就是一面花墙 是纯鲜花 这个造价应该还是蛮高的了 接下来的话会有一个甜品台 这个甜品台就像人家结婚一样 做的那种翻糖蛋糕都是有很多 我自己就是做餐厅的 我知道那个甜品台 几千块钱到一万块钱是肯定有的 餐厅的贵宾厅都被包下来了 到了最后有个高潮 就是是由小月的儿子和那个餐厅的经理 一起推着蛋糕车进来 然后整个气氛非常的浪漫 但是我就觉得没对 这个有点不像小月的风格 就是她的形式不会说 这么的奢侈的给自己弄一个生日聚会 说实话 第二天我就成为了一个顾客 我就去找到这家店的老板 我就说我也要在这过身 我说那天小月的那个生日 是什么样的标准 我要按照那个标准来 她就跟我说 她说你还要不要增添这种惊喜环节呢 我说有什么惊喜环节 她说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做蛋糕啊 那天小月就是她儿子和她老公给她做的蛋糕 我一听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确定了几次 然后我就把这个小胡的照片发给了个经理 她说对啊对啊就是苏先生啊 她已经从胡先生变成苏先生了 那个经理跟我说苏先生很浪漫的 她不仅要亲自给那个小月做蛋糕 而且还是和她的儿子一起来提前 一天把那个蛋糕胚子给弄好 就是苏先生说她为了给小月惊喜 她没有出现在你们来打扰你们吃饭 她只是在后台一直在看你们吃饭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当时觉得我在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我你知道吗 我整个寒毛都竖起来了 我就觉得说我们所有的项目很有可能它都在沾染 那调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之前开的这个外卖的业务 我立即找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去把录像给我调出来 我一看几乎每天晚上夜深人静 小胡就会来这个店上和小月一起手牵着手回家 这个骗子根本就没有离开成都 小月都没有告诉我们 那个是个深冬的晚上 我整个人知道了这些之后 我瑟瑟发抖 我当时发抖的原因 不是因为亏了多少钱 亏了我们都能赚 是因为我不相信 给我玩了这么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闺蜜 为了一个自己认识几个月的男人 还是个女人 我那个时候是已经觉得是在背叛我们了 你还在藏这个逃犯 我就会认为小月已经上升到了 触犯法律的问题了 因为当时我知道这些调查结果的时候 我都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就去跟小月说 我说你还有什么瞒着我们的 反正她就哭嘛 她就说小胡又去给她讲 会为她负责 会给她美好的未来等等 就这些洗脑的话嘛 第二 她也觉得之前 让小胡骗了那么几十万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她也很惭愧 她希望用她自己的方式 留住小胡 然后让她还钱 那第三 因为他们暗网太强大了 小胡一直在跟她说 要给我制造一场车祸 她说以你的性格 你肯定会把这个事情闹得特别大 那小胡到时候 真的要把你给搞死怎么办 接下来更好笑的事情来了 大概没过几天吧 我就发现我们餐厅下面 大众点评上有很多的恶评 全部都是什么 老板娘不付工资 老板娘拖欠债务这些 我想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军啊 结果那些债主就找上了门嘛 然后就有一个 那个媒体公司的副总 夹到了我的微信 我就了解到了整个市的来龙去脉 他们又在外面 又对着我们开了一家公司 在小胡消失和逃跑的这两个月里 实际上还运营了这家公司 因为小胡的身份 他没有正常的身份 那个新的媒体公司的法人 是小月的爸爸 相当于小月 把他们一家人都拉进来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们就给小月压力 我们说这些事是你在外面搂下来的 你不能影响到我们这边的业务呀 小月就才哭着给我们把整个事情坦白了 因为他相信小胡有能力 东山再起 能够把这几十万给还回来 因为他也相信小胡是真的爱他的 我说你脑袋已经晕了吧 这个媒体公司的员工之所以能找到小明的餐厅 是因为小胡曾经跟这些员工提到过 这间餐厅也是他的产业之一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小明和DV都很生气 他们觉得小月和小胡做的事情 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名誉 为了找到小胡的下落 也为了劝小月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继续相信小胡了 他们决定再找小月谈一次 把其中的厉害关系跟他说清楚 那么现在能够找到这个小胡的也只有小月了 我们就去跟小月说 现在的话呢 反正所有的在祖早上来 要赔钱的都是你 你的父亲是法人 你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 你还不把他报案的话 我说你觉得以后你们这个家庭 会不会背很多债务 然后我就告诉他 在青岛的那个小月 和你一样的角色的那个女孩 背了两百万的债务 别人家庭已经还了四年了 那小月想了一下 可能也有道理 她也害怕了 12月6号这一天 我正在公司吃饭 小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因为那个时候 我对她已经心灰意冷了 所以我都把她的电话给压了 但是那天很奇怪 她连续给我打了两个电话 最后她给我发了个信息 她说 你能不能在最后信我一次 小胡现在正在我们那个媒体公司 卖电脑 她说 你如果今天不来抓她 你就抓不到她了 我就说 那行 还是由我们公司 注册所在的那个派出所 去把她给抓起来了 我们当时律师 律师带着我开车 我们到了派出所的时候 我远远的就看到 那个小胡 她的手背 手铐给靠起来 在那个派出所的前台 我一走进去 我立即就推了一下小胡 我说狗日的 终于抓到你了 她被抓了之后 这个公安跟我说了 没有安望这回事 他们就已经很确定 说没有 她说之前派出所的那个 扫她的脸 有可能是那个民警 就没认真 你知道吧 因为进看守所的时候 你如果控制了这个犯人 你就要决定 他是去女看守所 还是男看守所 所以在做这个范围 界定的时候 就是要查身体 当时就把她的裤子 给脱了 反正也是进行了 一个专业的检查 发现她就是个女的 她没有做任何的手术 她就是个女的 就这样 小胡在成都漏网 当警方了解到 小胡是通缉犯之后 小明他们的案子 也成功立案了 但是因为在这之前 小胡曾经在多地 都有犯案的记录 他在其他城市犯下的事情 有优先处理权 所以小胡以合同诈骗罪 于2019年12月7日 被某省的第二女子监狱 关押 或有期徒刑三年 警方也会在成都 开展调查 小明已经准备好了 所有的材料 等待小胡在成都的案子 进入司法程序 但是目前啊 小胡的事 还有一些 让小明想不通的地方 在小胡已经被警方查体 并确认为女性之后 小月依然坚定地说 她和小胡 有过和谐的性生活 小月当时 真的是哭着跟我们说 他们真的就是 有性生活 而且她还会勃起 而且她说 她还真的让她很高潮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了 我的认知范围了 我没办法 我只好求助了万能的淘宝 找了一个成人用品店 问买家 请问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变成一个男人 店主给了我两个方案 一个是充气的 像内裤一样的 你直接把它穿在身上 就可以了 一种是电动的 有遥控开关 可以勃起的 他们都是仿真的 我发现了这一切之后 我非常荒唐 我把这个淘宝商家的截图 丢给了小月 我说 你不觉得很雷吗 小月说 那他射精又怎么解释呢 这个时候我就去问淘宝 我说射精怎么解释 淘宝说 我们这边最高的技术 就是勃起 还有调温度 可以升温 小月跟我说 他们每次做爱的时候 一定是关灯的 因为小胡跟他说 自己在光线下面就不行 我就只能理解 他是自己把那个 蛰蜊水给灌到那个 堂堂里边 现在的骗子真牛逼 奥斯卡都欠他们一个小精人 耀眼都演全套 你知道吧 关于小胡和小月 新生活的解释 听起来确实是有点荒唐 但是其实他们如何发生新关系 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这些事让小明开始怀疑 小月对他们有所隐瞒 还有一种可能性 可能会让我更伤心 我的律师就说 很有可能是 小月已经是他们一伙的了 她也是既得利益者 小月在隐瞒一些事情 但具体隐瞒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重新整理我们账单的时候 发现小月没有亏一分钱 我的确也不能保证 我自己会不会被骗 我觉得这种双重的 相当于是糖果吧 就是一个是爱情的糖果 一个是利益的糖果 当两种糖果 叠下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 可能90%的女人 都会相当受骗吧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杀猪盘都会描向女人 并且描向这种 在寻找糖果的女人 小胡和小月 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新生活 或者小月是不是在隐瞒着什么 这些目前都还没有定论 或许等警方对小胡和小月 进行提审之后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那个时候 我们也会对本期故事 进行一个回访 把事情的最终结果告诉大家 如果你也经历过 令你印象深刻的诈骗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里 跟我们分享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次数》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赵真怡制作 声音设计 彭涵 实习生 蔡孟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